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今天接着给大家介绍铁傀儡模组 之前那期说的西瓜傀儡能将草地变成花园 但仅仅召唤了一只 今天就来看看如果同时存在上百只西瓜傀儡 世界会变得怎么样 哇了个去,这生产鲜花的效率 看上去还是相当高的 若是村庄中的铁傀儡也能生产鲜花就好了 众所周知原版只会在死去的时候掉花 虽然说这家伙的确也能美化环境 但战斗力实在是不敢恭维 围攻杰雷兽半天 杰雷兽屁事没有 我估摸着是在刮杀 虽然说西瓜铁傀儡能自己回血 但本身血量就不比玩家高多少 被秒了可还怎么回血 寒冰铁傀儡 这个家伙应该是学会了附魔 自带冰霜行者效果可爱心 靠近水面直接生成冰块 但冰块终究还是冰块 这家伙也是脆的离谱 没有原版铁傀儡厉害 红石铁傀儡 说明书介绍说 这家伙可以触发红石 应该是个大号红石火把 战斗力的话 懂得都懂 它飞了 铁傀儡可不仅仅只会打架 书呆子铁傀儡你见过吗 得用书架才能造得出来 还戴了一封眼镜 看着就不像是会打架的样子 就算是偷袭 也是打不赢劫掠兽的 发射器铁傀儡 这玩意就有意思了 其他铁傀儡只会近战攻击 如果你诱击这家伙 放入足够多的弓箭 发射器铁傀儡甚至还能射箭 铁傀儡射箭了解一下 离谱离谱 漫天飞的脑鬼也拿这家伙没有办法 黄金铁傀儡 属性非常的一般 没有铁真的厉害 关于它唯一值得提的一点 就是可以用金锭修复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鸡眼傀儡 在MOD中 这家伙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好吧 鸡眼傀儡并不能被造出来 只能通过刷怪弹刷 在MOD的设定中 没有任何的攻击方式能够杀害到它 DC漫画中的超人都有弱点 而它却是真正正正的无敌的存在 召唤一点点绝对兽试试 可以看到 鸡眼傻甚至无法发现鸡眼傀儡 这家伙的设定就是隐身的 根本没法打 这钻石傀儡就非常惨了 直接被一拥而上 用刀子掩埋也无法伤害鸡眼傀儡 一旁第二强的钻石傀儡就直接窒息了 过来过去 这攻击力也是相当之暴力了 七下就捶爆了一个凋零 或是玩家跟他PK 场面不要太美 但墨影龙依旧能将起起飞 只能说墨影龙永远的神 时间不早了 喜欢我的视频不妨点关注 我是酷子 我们下期再见